美国特朗普政权上台后,在台湾政策上对中国更加强硬,包括公开证实美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打破40年惯例,与总统蔡英文通话。 但也有专家担心,中国或许不会硬杠美国,但会借机惩罚台湾。 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上个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与台湾军方罕见地同时公开证实这个消息。 美国媒体更说,对于中国的不满,特朗普政府已不再害怕,并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除此之外,特朗普也打破近40年的外交惯例,与总统蔡英文通话,还批准了14.2亿美元约111亿港元的对台军售。 白宫更针对中国要求44家国际航空公司,对台湾的称呼改成中国台湾,发布强硬声明称这是奥威尔士胡言乱语。 美国媒体和各方人士都认为,克朗普政权对台湾是友好的,包括许多官员,例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或 H.M.博尔顿,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兰德尔施赖福等人,都是亲台派。 在继日美国种种对中国的政策上,也采取强硬态度,甚至比以往更升级。 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格莱伊邦尼格拉瑟就担忧。 中国或许不会与美国硬碰硬,但反而会借机干扰台湾,他称,中国不会惩罚美国,他会惩罚台湾。 格莱伊建议,美国应该设法通过有意义的方式,采取一些对台湾安全有利的措施,他也支持美国派航母通过台湾海峡,这一点都没有问题。